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差点实话 吓得原地蹲下 开口便是一声卧槽 世界真小 又是他 沈以修 只见他眉角上扬 甚至有点想笑 没看出来 你业务范围挺广 我默默地探出头 露出一双眼睛善笑 尴尬地挥了挥手 那个 老板 沈以修 明天来我的办公室 嗯 好 我无言以对 只能厚着微笑致意 直到视频关闭 一个人盯着漆黑的屏幕 怅然若失 这还不是最惨的 最惨的是 前不久 我被未婚夫甩了 生生地把我爸妈弃住院了 家庭的经济重担一下子就落在了我的头上 而我那未婚夫不是人 还把一起买的婚房租给了我杀千刀的初恋顾锦萱 如果生活是游戏 那我这场游戏里一定是充满了bug 迫于经济和精力有限 我还没有起诉 只想着抓紧时间赚钱度过这段时间 结果面试新工作还碰上沈以修 真的要命 肚子饿得姑姑想 我颓了 一打开房门 就看见顾锦萱那家伙 这个家伙这么有钱 为什么还要跑来租房住 是不是存心来隔应我的 说实话 我不理解 但我也没心情问 直接就去开冰箱 结果冰箱一打开 里面各色蔬菜一英俱全 相比之下 只属于我的那盒鸡蛋 显得非常寒酸 你在房间里干嘛呢 现在才知道了 想吃什么 随便拿 顾锦萱拿着毛巾擦拭着头发 眼尾微长 眼神算得上诚恳 完全就是印象中的少年模样 但是我清楚 这双眼睛很会勾人 也很会骗人 四目相对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这么坦然的 至少对我而言 他和路人没有什么两样 我和他分得并不算愉快 我没吱声 拒绝和他对话 拿出一个鸡蛋 又去厨房餐柜里 拽了一袋方便面 鸡蛋配面 神仙是我乖乖 顾锦萱立在冰箱旁边 唇半紧抿着 那眼神像是看不懂事的小孩 方便面有营养 砰的一声 我甩上了门 隔绝了顾锦萱所有的声音 不得不说 活着真累 睁眼就要看见顾锦萱这个小混蛋 上班还要看见 呃 小混蛋的叔叔 一想到明天要去见神以休 我感觉我要无了 天知道我第一次见到他的那种紧张 现在还有肢体记忆 根本无法忘怀 面试时间在九点 塞完两个包子 我一个人坐在大厦底下张望 只觉得钢筋丛林里 想要探寻一丝生机 难度系数不是一般的高 别哭了 别被看到 看到就完了 对呀 快走快走 高跟鞋错落的声音不断 我抱着自己的作品集 试探性地伸出头看看会议室的情况 却没有想到迎面就看到一个女生装都哭话了 我累了个去 我直着腰板 默默地收回视线 生怕多看一眼 就大获临头 看在工资高的份上 老板凶就凶点吧 我忍了 面试一共分成三轮 一面是HR 二面是经理 三面则是老板 前两位都还算温和 但是最后一位 我真的想想就难受 很纠结到底什么样的人 能在一大早把人给训哭了 文明不如见面 老板 沈以修 是个大美人 美则美矣 独如蛇蝎 眼看着前面进去的人 脸色都很难看 我颤颤巍巍 不断地深呼吸 结果还是在沈以修的眼神压迫下 脱口而出 老公好 话音一落 面试厅里其他的工作人员脸 涨到了猪肝色 极力地憋笑 我对上沈以修那难以捉摸的视线 尴尬的不知所措 连忙改正 老板好 我永远也没办法忘记沈以修那个眼神 似笑非笑 我真的恨啊 想当初为了和未婚夫结婚 排练了那么多次的叫老公 最后用在沈以修身上了 好在 皇天不负有心人 我还是被招进去了 除了甲方爸爸难缠 工资完全满足当下的需求 而且公司里的其他人 可以算得上是小天使了 当然 不包括沈以修 我不懂 为什么入职卡是谁写的名字 我就得跟着谁 好死不死 我的入职卡就是出自沈以修的手 像南岳三个字 求静有力 怪好看的 但是我一点也欣慰不起来 甚至感觉头皮发麻 用同事的话说 加油 总裁的小娇妻就是你了 怕了 怕了 不过我想沈以修这样的人 是不会看上我的 毕竟人和人之间的差距 真的不是一心半点的大 他真的是个工作狂 名下公司具体有多少不清楚 按照我这一面试 就被他抓到的情况看 他估计负得流油 嗯 不愧和顾景轩是一家子的 依照八卦消息 沈以修的爸妈 也就是顾景轩的爷爷 奶奶很早就分手了 沈以修随了母亲 也改了姓氏 至此 我只能祈祷 沈以修和顾景轩不熟 又一次要面对沈以修 我对着办公室的玻璃门练习了恩便 老板好 老板请说 老板言之有理 如果狗腿子有断位 我应该勉强算个钻石级别 嘀咕什么呢 沈以修端着茶杯 腰身是一眼可见的优越 眉眼干净 精致 简单的白衬衫都穿出了优雅贵气 明明是少年的感觉 看人的眼神却压迫感十足 我原地立正 笑着道 没 没什么 沈以修挑着眉 勾着唇浅笑 我以为你准备解释一下 一个人吃两家饭 沈以修语气温和 但是两家饭三个字 他用了重音 沈以修越过我 直接打开了办公室的门 咔哒 茶杯落在桌上 沈以修骨节分明的手抵着桌子 侧身看着我 我承认他这样很赏心悦目 可是现在的我 觉得自己像挤了砧板上的肉 而他就是令人闻风丧胆的 大刀 老板 我眨把这眼睛挖空了脑细胞 也想不出正经的答案 灵机一动 回了句 我 我想攒嫁妆 沈以修刚端起的茶杯又放下 漆黑 深邃的眸子里意味不明 我闽唇 还以为自己说错了什么 吓得身体僵直 不知所措 沈以修 谈恋爱了 我微正 有点后知后觉 但也迅速警觉起来 立刻就到 没没没 我就是未雨绸缪 但是我三年之内不会谈恋爱 五年之内不会考虑生孩子的 想当初 我就是因为订婚 才被上家公司明里暗里地逼走 现在我算是整明白了 不管遇到什么大事 事业不能丢 好在我说话像唱话本似的 沈以修的脸色逐渐缓和 大概是表示欣慰 问了句 攒多少了 我轻咳一声 不想说的 但是对上沈以修的视线 只能默默地道六百块 沈以修挑唇 轻笑一声 此时无声盛有声 沈以修这声笑 侮辱性不强 但是伤害性极大 我仿佛听见了自己心碎的声音 沈以修坐在办公椅上 双手交握箱底 俨然大佬的姿态 静静地看着我 语重心长 没关系 来日方长 我按戳戳地扣着手 对于沈以修的态度 感觉到了一丝丝温暖 很勉强地笑 谢谢老板鼓励 沈以修看着我 笑得温柔 不用谢我 按照公司规定 尚未提前一个月通知离职 便找下家 罚款三百 下不为例 笑容僵在嘴角 我真的觉得自己笑得比哭还难看 但是还要强称说一句 谢 谢 老板 沈以修 不客气 以前不懂什么叫做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现在我懂了 离开办公室 我一个人站在楼梯口 疯狂地对着空气挥拳 一通发泄地操作下来 结果转头就看到沈以修站在那静静地看着我 我瞬间正住 脸上堆笑 老板好 沈以修挑眉 拳打得不错 三百块的账单 我拾不下咽 趴在桌子上忍不住长须短探 暗戳戳地寻思着新的赚钱渠道 思来想去 好像除了晚上接单画画 没有别的出路了 可是每天还要工作 画画的周期太长了 沈以修 咖啡 我拖着疲惫的身躯上楼 隔着玻璃门看着里面的大美人老板 抬手敲了敲门 沈以修头也不抬得出声 扫了一眼放在一旁的咖啡 诞生道 晚上陪我参加聚会 提前买好解酒药 我眨巴着眼睛 脑子一嗡 本来被罚款就已经很惨了 还要加班 我的脑子开始飞快地运转 啊 我 我 我晚上 沈以修 有加班费 我秒答 我晚上刚好有空 可能是回答得太快了 我都有点不好意思 尴尬地冲着沈以修笑了笑 能为老板服务 是我的荣幸 沈以修端着咖啡清敏一口 轻笑道 放心 你有的是机会 罢了罢了 只要钱给够 上刀山下火海 我也去 别看沈以修长得年轻 论资排辈 她地位还挺高 进入宴会不到十分钟 两三个人经过叫了生沈叔叔 165的身高 站在183的沈以修身边 自动被忽略了 就站在一旁 听着他们互相寒暄 跟上 我目光落在一旁的高点上 听到沈以修的叫声 立刻回过沈 默默地走了过去 似是不经意一般 沈以修带着我饶过了高点区 随手拿了一块高点 自然地递到了我的嘴边 唇瓣触碰到高点 我微正 但还是抵不住高点的香气 张嘴咬了一口 剩下的 给我吃的 沈以修拿着高点 侧目看着我 动了动手腕 我抿着唇浅笑 笑嘻嘻地接过高点 指尖不经意地碰到沈以修的手 心莫名地动了下 麻溜地出声道 谢谢老板 沈以修看着我 诞声道 好吃的在后面 现在别吃太多 嗯嗯 我满口答应 但高点一到手 就是一口吞 注意到沈以修在看着我 才抬手捂住嘴 故作交金地咀嚼 沈以修成不欺我 后面的餐点多到我看花眼 但是整个餐桌 除了我 全部都是生意人 不免让我有些紧张 酒过三巡 我就像个安唇一样 窝在沈以修身边 安静地吃着自己面前的菜 完全不敢转餐盘 沈总 听说你小侄子也来江都了 我握紧筷子 突然就来了精神 下意识地竖起耳朵听 沈以修并没有作答 旁边的人也适时地插话 转移话题 我偷看了一眼沈以修 看着他脸色很差 心里反而安稳不少 气氛再度活跃起来 我眼巴巴地看着不远处的餐点 纠结地攥紧手 想转又没胆子 沈总 我敬您 沈以修淡笑着举杯 不知是不是故意的 落杯的时候 随手就转一下餐盘 把我喜欢的菜转了过来 我开动起来 像是讨好沈以修 也替他夹了菜 不过我没有胆子 放进他的餐盘里 是用的小碟子装好 递到他面前 沈总 这位是您的侄女 我真的差点被这句话呛死 连忙摆手 沈以修眼神晦暗 但是明面上皮笑肉不笑 轻声道 还没有岁数这么大的侄女 本小姐方琳25好吗 哪里大了 正值最好的年纪好吗 我想吐槽 但是没胆子 或许是对方这句问话激怒了沈以修 接下来几个来回的敬酒 对方都快喝啪了 沈以修仍旧是没停 活脱脱像个爱叫劲的小孩 最后落得两败俱伤 别人有几个助理扶着 大摇大摆地离开 他就只有我一个 老板 你还能走吗 沈以修端坐在椅子上垂着头 修长如玉的手勾着杯子 白皙的脸上泛起了红韵 整个人看起来晕晕乎乎的 偏头看向我 沈以修眸子清澈 显得格外无辜 扶我 我就知道我要卖苦力了 要不是为了加班费 我真想把它丢在这 不能喝 你还喝那么多 扶着沈以修走到电梯口 我觉得自己已经累到全身冒火 忍不住小声吐槽起来 沈以修脚下不稳 哼笑 说什么呢 我一把搂住他的腰 努力地支撑着他 笑着道 夸你英明神武 沈以修不屑地扯着唇角 对于我这样的吹捧 只给了两个字 太假 算了 我懒得和喝醉的人计较 摸着沈以修鲜细的腰 我隐约地可以感觉到衬衫下的肌肉 仰起头 看向呈现罪态的沈以修 我挑着眉 忍不住坏笑 趁机捏了一把他的腰 向南越 我立刻停手 故作不解地看向沈以修 怎么了 话音刚落 沈以修的手已经落在我的腰上 不轻不重 捏了一把 最后嗤笑出声 老板 果然 都是肉 我发现沈以修是真的喜欢干 侮辱性不强 但是伤害性极大的事情 哪里都是肉 我不胖的 我耳根子发烫 开始据理力争 但是电梯没有给我机会 叮咚一声就开了 沈以修亮呛着 自己朝着门外走去 寻了一处沙发 摇摇晃晃地坐了下去 大厅里的光线昏暗 只有几盏中间的灯亮着 只见他喘息着靠在沙发上 下额线清晰 犹如画笔勾勒 喉结不断地滚动着 随手扯了扯领带 老板 你家在哪 我送你回去 我拿着他的西装外套 叠了又叠 随手摸进他的口袋 发现里面根本没有钥匙 思来想去 我不禁将目光落在他的西装裤上 我揉着刚才被沈以修捏过的腰 撅着嘴 走到他的面前 俯身将手探进他的西装裤口袋 我还没有捞出钥匙 服务员立刻蹦跋出来 义正言辞 小姐 这里是大厅 不宜 做那种事 我慌忙站起身 气得是面红耳赤 尴尬地出声道 我没有 我拿钥匙 服务员愣了下 这才客气地笑了笑 慌忙逃窜 坐在沙发上的某人笑出声 我偏头看着他 也不管他是老板啊 抬手就狠狠地捏了一把他的脸 你还笑 让你喝那么多酒 下次再喝这么多 别叫我来 神以修也不恼 微凉的手握着我的手腕 很敷衍地嗡嗡两声 我真的是有气眉出发 深夜的霓虹灯璀 但是路上的人却各个形影匆匆 不知不觉间 雨水已经落在车前 交杂着电闪雷鸣的声音 后视镜里的神以修 靠着车窗 像是快睡着了 我转动着方向盘 有些失神地看着红绿灯 因为我不知道自己的生活 什么时候才能真的安定下来 手机冷不丁地作响 我怕吵醒神以修 连忙抬手挂断 结果对方又打了进来 我瞥了一眼还在睡的神以修 压低了声音 接通了电话 向南月 你看看几点了 你怎么还没回来 顾锦轩的语气 像是在兴师问罪 我对于她这样的态度 感到一丝无语 并不知道她是从哪里搞来我的手机号 向南月 谁的电话 沈以修揉着眉心 漆黑的眸子看向窗外 似是不惊一般的出声 短短一句话 电话那头像是突然安静了 我还以为顾锦轩听出了沈以修的声音 想要挂电话 却不想顾锦轩懊恼地吃声道 你和哪个也男人在一起呢 我火速地挂断电话 真怕自己脱口而出 我和你的小叔叔在一起呢 沈以修见我挂断的那么快 不由得勾着唇笑 很无奈的样子 男朋友的电话 我真的是怕沈以修问我这种问题 因为这种信号 就好像他要找机会把我开除了 天知道这个社会 女生找个合适的工作有多难 没有 老板 我真的没有 我要是谈恋爱 我 不要赌咒发誓 我默默地闭嘴 将油门一踩到底 弱弱地出声道 老板 你相信我 我至少还能为公司效劳五年 绝对不会结婚生子 沈以修长叹一口气 轻笑 再过五年 我三十二了 我眨巴着眼睛 以为沈以修在感叹 他老了 忍不住黑黑笑起来 连忙安慰道 三十二正值壮年啊 多好呀 沈以修 我想三十岁有小孩 马屁拍到马蹄上了 我清了清嗓子 对上沈以修那双幽深的眸 笑道 可以呀 没问题呀 我相信老板三十岁 肯定能有小孩 沈以修 我还是单身 我 怕什么 我也是单身 只要想 什么时候都可以 雨声越来越大 车厢里的沈以修 眼底含笑 重复着我的话 什么时候都可以 我哼声 当然 许氏被我哄高兴了 沈以修笑而不语 我开始乘胜追击 握紧方向盘 试探性地出声道 老板 加班费是多少来着 可能真的是喝太多了 沈以修转账三千给我 正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 尤其像我这种穷鬼 我已经开始期待沈以修的下一次加班通知了 望着越来越多的积水 还有一次被退掉的出租车订单 我严重怀疑今晚回不了家 或者我应该自信一点把怀疑去掉 老板 老板 沈以修的别墅门口 咔哒 我话音刚落 门就自动开了 就好像等着我来一样 我眨白着眼睛 犹豫地看了一眼门牌号 确定自己没有走错 这才小心翼翼地走进院子 跑到了台阶上 门缝里透出光亮 看到门开的一瞬间 我都怀疑自己是灰姑娘附体了 老板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 一个干毛巾丢在了我的头上 我拽着毛巾擦拭着头发 也算是厚着脸皮了 小声地问道 老板 我能不能今天在你家暂住 一晚 沈以修穿着浴袍 随意地倚靠在沙发上 敞开的领口 袒露着白皙 精致的锁骨 笑得有些撩人 七千 沈以修 你可以选择不租 我嘴角稀动 老板 我赚才赚三千啊 沈以修 那就三千 我咬着厚草牙 看向沈以修 望着他微微上扬的嘴角 真的明白了 什么叫做无伤不肩 什么加班费 根本就是左手倒右手 这是我第一次住在别人家 而且还是沈以修的家 我全程都很小心 只是洗完头发 沖完澡 就裹着浴袍 开始洗自己的衣服 想起自己被坑了三千块 顿时心火上涌 沈八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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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能够看出来五官的精致 我脑子嗡嗡 尴尬的出声道 你好 老夫人挑眉看我 突然就冲着外面大喊了一声 沈以修 妈 沈以修火速赶来 望着站在那的老夫人 又看了一眼我 你怎么来了 老夫人神情严肃至极 我咬着唇 看着莫名有点心虚 不自觉地看向沈以修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我试图厚着脸皮开口 却没有想到 老夫人一脸不悦地训斥道 你居然让人家女孩子洗衣服 我平时怎么教你的 沈以修薄醇微敏 瞥了一眼我撸起的袖子 压低声道 妈 她其实是 老夫人 你还让人家睡客房 沈以修 面对老夫人不容抗拒的气势 沈以修选择了闭口不言 乖乖地听讯 我不知道为什么 看得莫名地爽 沈以修 向南越 我末地回过神 克制了一下上扬的嘴角 对上老夫人看过来的目光 灵机一动 委屈地出声道 阿姨 不关沈以修的事情 是我自己想要洗衣服 孩子 你别怕她 有什么事情 我给你做主 老夫人眉头紧锁 我眨白着眼睛看向沈以修 朝着她比了一个数字七 沈以修薄纯微敏 我见她不云 索性一不做二不休 看向老夫人 轻声道 阿姨 没事的 我只能算是她的下属 洗衣服是应该的 如果眼神可以杀人 我想沈以修已经把我千刀万剐了 可是听着老夫人训斥她 我是真的爽到爆炸了 孩子 没事 你和她去主卧睡 我们沈家会给你一个名分的 嗯 好 啊 什么 我真的是后知后觉 没有想到沈以修已经伸手握住了我的手腕 笑着看向老夫人 好的 妈 我会对南岳负责的 阿姨 我 后半句话 沈以修没给我机会说 几乎是拎着我去了她的卧室 将我丢在了床上 摔上了门 老板老板 我挪着身子 望着轻身凑近的沈以修 吓得抬手就卡住她的脖子 冷静冷静 沈以修猝着没躲开 坐在床边剧烈地咳嗽起来 像是被我抵到了喉结疼得不轻 嗯 老板 你没事吧 我看着她不说话 担忧地爬了过去 看着头看向她 沈以修侧目看着我 视线下移 一言不发 我眨巴着眼睛 顺着她的视线朝下 浴袍半场 我吓得连忙裹住 坐起身想要系好腰带 可是整个人慌乱不已 摸索半天都没有看到腰带在哪儿 只能捂住胸口 肯定是刚才沈以修拉我的时候 掉地了 我 我 我看着沈以修就坐在过道 纠结地咬着唇 却不想沈以修突然就站起身 吓得我连忙出声道 沈以修 我 我 沈以修没吱声 随手就抽掉她腰上的带子 我嘴角一抽 你不会要捆我吧 沈以修失笑 你喜欢被捆 干 这是什么虎狼之词啊 此时此刻的我 像不像热锅上的蚂蚁 沈以修白皙如玉的手指勾着腰带 任由玉袍敞开 腰腹间的肌肉若隐若现 缓步朝着我走了过来 我 我 我会跆拳道 我吓得想要跳床跑路 却不想一把被沈以修拉住了手腕 那种力道无一不是在告诉我 我不是她的对手 空气里轻烈的气息弥散 我贴着墙站好 感觉到沈以修突然靠近 心脏一阵狂跳 视线完全不知道朝哪 手心里钻的衣角都快要揉烂了 这么紧张 沈以修附下身 用腰带绕住我的腰 不紧不慢地系着腰带 像是在笑 我又不会对你做什么 我脑子嗡嗡 这才反应过来 她是在故意逗弄我 不由得有些羞愤 可是我会对你做什么 沈以修微愣 我眨巴着眼睛 意识到自己又开始成意识之快 无措地看向沈以修 拭目以待 沈以修勾着唇 清澈 深邃的眸子 犹如炼烟里的一抹光 泛着一丝温柔 呼吸相近 我脚底有些打软 只是愣神片刻 整个人便被她纳入怀中 以一种温柔的姿态 沈以修 沈以修压低声 啪啦 我咬着唇 若若发问 要钱吗 沈以修 她的表情错愕 随即笑了一声 摸了摸我的头 像是在哄我 夜里的房间灯光暗淡 但是雨声却阵阵入耳 我觉得我一定是疯了 从前因为这档子事 不论是顾锦轩 还是未婚夫 都和我发生过争吵 甚至以分手作为要挟 他们无法理解 我一个人成年人 还要如此保守 可越是要挟 我越不愿意 久而久之 和我在一起 他们觉得很败性 阳光透过沙漫的缝隙 但是房间里仍旧昏暗 只有一盏台灯亮着 沈以修穿着浴袍坐在床边 腿上放着电脑 细长浓密的睫毛 在灯光下根根分明 好似一个画中人 相比屏幕上密密麻麻的英文 我更愿意看沈以修 敲门声传来 我慌忙闭上眼妆睡 感觉到沈以修去开了门 又匆匆地关上 向南越 沈以修轻声地叫我 我紧闭着眸子 假装自己听不见 主要是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它 耳边忽然间没了声 我以为沈以修走了 正准备睁开眼 便被吻住了唇半 很轻的一个吻 却极尽温柔 咔哒 门轻轻地关上 我猛地睁开眼 忍不住抱紧了被子 深刻体会了 什么叫做肾上腺激素激增 趁着沈以修出门的功夫 我简单地洗漱 换好了衣服 本来想着快点开溜 却没有想到 刚走到楼梯口 就听见了熟悉的声音 沈先生 我立在楼梯口 望着熟悉的身影 本能地后退了一步 那是白心 顾锦轩的白月光 当初顾锦轩和她离开的时候 我还在上晚自习 捧着手机 听着周围人 谈论顾锦轩出国的消息 我想要发消息问顾锦轩 却没有想到 得到的是一个红色感叹号 那一刻 我如坠冰枯 对话框像是要永远停留在那句 姐姐 你也可以喜欢别人 不知情的老师 只是稍稍问了一句怎么了 我的眼泪就好像完全止不住了 急匆匆地跑出教室 跑到校门口 夜色和往常 没有丝毫的变化 只是我哭得视线模糊 阴晕了视野里所有的灯光 像急了小丑 没多久 学校收到了投资 设立了一项奖学金 可笑的是 那奖学金的命名就是白心 我和白心相行见处 我被甩掉 成为了一件旁人眼里在正常不过的事情 现实讲究门当户对 小说里的情节 只是一场虚无的梦罢了 是我痴心妄想 嬉笑谈论的人 不会放在心上 但是却成了我大学时代的一根刺 后来春去秋来 从毕业时的一腔热血 到习惯于平凡的日子 我确实喜欢了别人 甚至想要开始婚姻生活 却还是被现实全部打碎 不论是从前还是如今 白心仍旧笑容甜美 可人 完全看不出我等社畜 被社会折磨的悲惨 对于他而言 一切都是美好的 说实话 他这样的状态 是我渴望而不可及的 神以修倚靠在沙发上 神情淡漠 仿佛并不待见他的到来 白心缓步走近 将一个礼盒放在茶几上 视线始终黏在神以修的身上 沈先生 这是我从国外带给您的礼物 谢谢 我心领了 请问白小姐还有其他的事情吗 我一直都知道 神以修行事风格与众不同 但是没想到 对方坐下来不过一分钟 他这话里话外 已经开始有逐颗令的意味 白心仿佛也习惯了他这样的态度 不紧不慢地看向沈以修 轻声道 锦萱离家出走了 我还没有找到他 不知道可不可以请沈先生您帮忙 这件事已经交由管家处理 沈以修嘴角笑意很浅 起身便道 很快就会有结果 你如果实在不放心 可以选择报警 我这边还有事 就不留白小姐了 沈先生 白心有些焦急地跟上沈以修的步伐 刚准备开口 脸上便闪过一丝错愕 您的搏梗 沈以修淡淡地瞥一眼白心 嗯 白心面露蓝色 我嘴角稀动 有些无奈地服额 要命 那是我咬的牙印 白心笑得勉强 摇了摇头表示没什么 眼看着白心离开 我一想到顾锦萱还住在我的婚房里 有些头疼 沈以修去的方向是厨房 我探头张望了一眼 便踏着步子想开溜 结果门口的庸人一看到 我就笑着出声道 夫人醒了 啊 我 我不是 我将在原地 看着端着汤走出厨房的沈以修 挤出一抹笑 沈以修陪着我笑 有力气跑了 我指着指门外 笑着出声道 老板 我今天还得去看我爸妈 我就不多留了 沈以修 吃完再去 我试图再多找个理由 我去迟了 我爸妈会说我的 沈以修 又不会扣你工资 某人补了一句 饭是免费的 在某人的压迫下 我气鼓鼓地喝了一碗汤 顺势啃了一个鸡腿 吃相不算文雅 但是某人却很淡定地看着 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他那眼神好像喂猪 我咬着唇 塞了一个肉丸子在嘴里 完全没有收脸的意思 但是沈以修却笑得越发开心了 沈以修不对劲 但是我不敢问 我不懂他 为什么可以这么自然 我已经隐隐开始后悔 昨晚一时冲动了 有一说一 此地不宜久留 我吃完饭 不给沈以修任何说话的机会 立刻开启了急跑模式 结果沈以修比我还快 一把就拎住了我的腰 老板 吃完饭别跑那么快 对位不好 沈以修适当地松开手 低眸看着我 轻声道 不过是不想我见你爸妈 用得着跑这么快吗 我文言一正 完全没反应过来这话 茫然地出声道 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 沈以修 那你的意思是 我可以见你的父母 我为什么感觉我又掉坑里去了 医院的门口 我偏头看着沈以修手上的大包小包 面对来往的人目光 有些不好意思地出声道 老板 你带的也太多了 见长辈 应该的 沈以修不以为然 迈着长腿便进了电梯 我在周围人的目光注视下 弱弱地站在了他的身边 电梯缓缓升高 我望着镜面里 自己指到沈以修的胸口高 目光落在他的脖梗上 瞥着那个牙印 脸顿时一红 和他视线交错的时候 下意识地一开了眼 沿着走廊朝着病房走 我纠结地 一步三回头地看向沈以修 最后鼓足勇气 探头看向屋内 笑着道 爸 妈 房间里鸭雀无声 我爸妈都只是扫了我一眼 便继续摆弄着手机 完全不想搭理我 阿姨好 叔叔好 沈以修事实开口 我刚想说我爸妈心情不好 可能不会理人 结果我妈立刻就看了过来 笑道 哎 这位是谁啊 沈以修声音清朗 阿姨 我叫沈以修 沈以修一光披向我 似乎想我开口介绍 我黑黑一笑 朝着我妈摆了下手 这是我上司 我笑着看向沈以修 以求她对我言语的认可 却没有想到 她只是很敷衍地瞥了我一眼 不得不说 生意人就是生意人 三言两语 就把我妈红得很高兴 只是她这招对我爸没用 我爸从始至中都是很淡定 客气的姿态 月月 过来 我爸冲着我招手 示意我跟着她去走廊 我虽然疑惑 但还是跟了上去 不等我开口 我爸便开始叹气 月月 不是爸说你 你看男人的眼光 真不怎么样 我以为我爸要开始翻旧账 低垂着头 任凭教训 我爸 你这次找的这个 未免也太瘦弱了 这以后怎么保护你啊 这个看起来是好看 我知道你们女孩子都喜欢好看的 但是姑娘啊 这个年纪不大吧 长得好看又年轻 你觉得她心能定下来 看男人不能只看皮囊 爸 你想哪儿去了 她是我上司啊 我文言顿时无语忍不住到 而且她比我大两岁 再说了 她只是看着瘦 身上肌肉很结实的 我爸皱着眉 真是上司 我忍不住叹气 醋眉道 我骗你干嘛 我爸 你怎么知道她身上有肌肉 还知道很结实 我疯狂眨眼 面对我爸的死亡凝视 双手不自觉地背在身后 纠结地抠手 一时之间 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电光火石的刹那 我随口编了一个理由 她经常晒肌肉罩 我刷朋友圈看到了 我爸 还挺闷骚 沈以修 我对不住你 鉴于顾锦轩住在我的婚房 我是死也不敢让沈以修送我回去 随便指了一处离家近的公寓 便笑着道 谢谢老板送我 怎么谢 沈以修骨节分明的手搭在方向盘上 看起来脸色不是很好 缓缓地凑近我 像是要被遗弃的宠物 紧紧地盯着我 我见识过沈以修不苟言笑的模样 而今这样 却更让我有些无法招架 沈以修的长相很对我的审美 可是我也清楚 成年男人的绝情 不是一两句话就可以说清的 顾锦轩如此 未婚夫也是 我不觉得沈以修会是例外 我怕我会习惯 甚至喜欢上他 而我无法再承受一次撕心裂肺 轻烈的气息靠近 沈以修抬手捧着我的脸颊 一点点地加深了这个吻 唇齿娇缠间 我觉得自己像是坠入了海绵 失神的乌液起来 向南越 我不想只当你的老板 沈以修的声音嘶哑 抹扎着我的唇瓣 我晕晕乎乎地看向他 任由他吻了又吻 只听他浮在我的耳侧 低声道 你不觉得你应该给我一个名分吗 如果非要用一个词 形容我当时离开的情形 我觉得落荒而逃再合适不过 我无法想象 这些话是从沈以修的嘴里说出来的 而我还有刹那间的心动 回到家里 门一开就是顾锦轩那张脸 我有些无力 顾锦轩坐在沙发上 仰头看向我 眼底坠着乌青 看起来憔悴不已 看着他紧锁的眉头 我隐约猜到他要发火 但是昨晚确实把我累得不轻 我现在只想靠在床上再睡会儿 换了拖鞋 我走到桌边给自己倒了一杯水 静止朝着卧室走去 向南越 我抿唇 绕开他的视线 为什么不接电话 顾锦轩恼火到了一定地步 起身便挡住了我的去路 怒声道 你什么时候学会的夜不归宿 我没力气吵 只是看着顾锦轩 让开 顾锦轩冷下脸 就像从前那般白起脸色 只是我已经不是他的女朋友 也没有心情去哄他 我绕开他 但是他仍旧不让 我握着手里的杯子 只是看着他 一言不发 顾锦轩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 赤声道 我为了你 大老远赶到江都 住这种只有几十平方米的房子 为了你 我一夜没睡 向南越 你有心吗 我的心被狗吃了 我回答得轻而易举 顾锦轩正在了原地 仿佛难以置信 我会说出这种话 想来也是 以前的我总是迁就他 舍不得说一句重话 而今我只想自己痛快 顾锦轩垂着眸 眼底犯着一丝难过 下意识地走近我 我后退一步 望着他那副故作深情的模样 我只觉得 过去的种种又浮上心头 而我极力地克制怒火 就像隐忍当初那些嘲笑 我叹声 这个房子 你不想住 随时可以搬出去 正好你搬出去了 我也省了一笔起诉费 姐姐 对不起 刚才是我说话 态度不好 顾锦轩眼底泛着泪光 伸出手 想要握住我的手 我不经意地躲开 只是看着他 但声道 你甚至觉得自己很委屈 顾锦轩雅然 强忍着眼泪看向我 软着声道 姐姐 我们不说这件事了 好不好 我心里有火 但是忽然间又不想说了 过去的事情 再提没有意义 每一次想起 难过的感觉 历久迷心 甩手回了房间 反锁门 靠在自己的床上 我鼻尖一阵阵地泛酸 一点也不想 回忆那些痛哭的深夜 手机嗡嗡作响 我呼吸酸涩 随手拿起了电话 低声道 喂 到家了 是沈以修 我听着他的声音 更忍不住难过了 闷声打 沈以修半上梅之声 我以为他挂了 却没有想到 他低声问了句 还在疼 我窝在被子里 瞪大了眼睛 眼泪还继续在眼眶 隐约反应过来他的话 忍不住闷声道 没有 沈以修 我看你走路都是小碎步 听见他的低笑声 我只觉得撩人 心里不想挂电话 可是拿着手机 又不知道说些什么 只能闷声道 我困了 沈以修轻轻地恩了一声 温声道 被子盖好 你睡觉很不安分 我被他说得脸红 羞耻的呼吸都发颤 忍不住回了他一句 不安分的是你 沈以修顺着我的话 嗯 我确实不安分 电话一挂断 我头埋在枕头 实在是忍不住笑 一度难以入睡 某种程度上 我对沈以修 有点上头了 姐姐 我稍稍回过神 看着已经煮到快没水的泡面 慌忙关掉了锅 顾锦轩站在我的身旁 像是在打量我 低声道 你在想什么 我愣神 闭口不言 顾锦轩默默地看向我 轻声道 姐姐 你现在在哪工作 我以后去接你下班 我还是不想理顾锦轩 但是他却不依不饶 一直跟在我的身后 你真的很吵 我拿起筷子 看着坐在我对面的顾锦轩 忍不住出声吐槽 顾锦轩趴在桌子上 神情难过 眼不见心不凡 姐姐 当初我离开学校没多久 家里就教训我了 我小叔叔还差点打断我的腿 神已休 我闻言不由的一正 脱口而出 顾锦轩愣神 你认识他 我心里一慌 醋眉 他又不是无名小卒 可是他近期才来的江都 顾锦轩说着说着 忍不住懊恼起来 闷声道 说来奇怪 他原来做的是地板家具生意 一来江都就换了自媒体 不知道这算不算缘分 如果不是神已休工资开得高 又和我专业对口 我也不会遇见他了 姐姐 要不你换个工作 仿佛猜到顾锦轩下面的话 我连忙打断 但声道 食不言 寝不语 顾锦轩 正如我猜的那样 周一上班 顾锦轩开始跟踪我了 好在找个鸡脚嘎啦 很轻松 我斜腻着在外面兜圈的顾锦轩 默默地咬了一口肉包子 早知道我那天就应该拦住白鑫 让他把顾锦轩带走 可惜 现在我并不知小白鑫在哪 也没有他的联系方式 大学毕业以后 我像是要把人生的四页纸 用订书机订上 订到老死 和所有人都断绝了联系 更不要说他了 喂 你看 那是谁啊 应该是找老板的 南岳 你去接待下 我闻声看向门口 白心眉眼灵动 披肩的长发及腰 一身简约疯的裙子 衬得气质优雅 卧槽 南岳 你们撞衫了 还是我去接待吧 同事匆匆的起身 我低眸看着自己身上的衣服 没有想到 世上会有这样巧的事情 眼看着白鑫上了楼 我又坐回公位 打算等他下来 也许是白鑫的美貌过人 同事一下楼便忍不住激动 各种猜测白鑫的身份 说到激动处 忍不住Q了我一下 南岳 你有情敌了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虽然清楚白心的目标是顾锦轩 可我心里有些不适滋味 好像当初在学校的那种感觉卷土重来 心里刺痛 临近中午 办公室里同事请客 没多久 空气里飘起肉香 我手撑着下颚 思来想去 朝着楼上走去 这一层是神以修的私人领地 未经允许 不得善入 我站在门口 始终踏不出那一步 沈先生 那 下次见 白鑫的声音清脆 不思量上咽 但是也可以媲美了 我听了都全身酥麻 买通一位清洁阿姨 我将住址写在纸条上 请她把纸条递给白鑫 没有预料中的开心 白鑫神色淡然地盯着纸条 将纸条丝的稀碎 随手丢进了垃圾桶 她不对劲 但是我没有证据 南月 看什么呢 同事匆忙地拿着文件出现 我回头看她 嬉笑道 我溜达溜达 同事 可别溜达了 今天来了一位大佬 现在还在老板办公室呢 看起来好凶 吓死我了 算了 还是保命要紧 我转身就下楼 结果好死不死 手机响了 不出意外 神已休的电话 我跟着同事一起 进办公室 同事放下文件就开溜 我有点尴尬 撇向一旁的大佬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这位大佬是知名设计师 典型的要么不开张 开张吃一年 大佬看着我 轻笑道 向小姐 你好 我还有事 就不多打扰二位了 再会 嗯 这句问好和告词 实属让我有点忙 伴随着关门的声音 我看向神已休 有些欣喜地出声道 大佬居然向我问好了 神已休 如果你做沈太太 会有更多大佬向你问好 我怎么听出了一丝丝 贿赂的意味 神已休签完文件 将笔放进笔筒 起身走到我的面前 轻声询问 晚上有空吗 我挑眉 不理解他话的意思 神已休 烛光晚餐 可以吗 办公室里光线充盈 明明是现实的世界 可是我觉得察觉出了一丝做梦的感觉 以我对神已休的认知 他一直都是一个工作狂 抽出时间要吃烛光晚餐 简直一笑大方 或许是前两次的感情太差劲 这一次睡都睡了 我的心态是无所谓 反正他单身 我也单身 他玩 我也玩 我挑眉 说出了平生最需要勇气的一句话 老板 你玩真的 神已休轻笑 那双眼睛犹如画笔勾勒 眼尾的弧度都恰到好处 相比顾锦轩更平添了几分妖孽 只是他的气质压住了 我大概做梦也想不到 这辈子会和自己的上司谈 哎呀妹 在约会的前几个小时 神已休照例开周会 全程冷漠脸 对于各项业绩报表 都持赏罚分明的态度 所以我很幸运地又被倒扣200块 南岳 咱俩难兄难弟 我也被扣了200 沈八皮 我纠结地扣着文件夹 注意到从办公室里走出来的神已休 真的恨不得宰了他 同事吓得闭嘴 忍不住戳了戳我的腰 笑嘻嘻地朝着神已休道 老板好 我心不甘情不愿 低声道 老板好 神已休微微汗手 不置可否 MMP 为什么人钱可以这么高冷 沈已休 下班了 我看着沈已休发来的消息 咬着唇 发誓今晚要吃垮他 烛光晚餐的浪漫氛围 有克制到我的发挥 江都的夜景很美 尤其是坐在邮轮上看 更是别有一番滋味 仿佛周围的灯火 都沦为了星空的陪衬 老板 这我可没法和你 我站定在甲板上 望着远处的高楼大厦 突然后悔和沈已休吃晚餐 无形之中 我又感觉到了地位的悬差 我以为的吃晚餐 烤串 啤酒 几十块完事 沈已休的晚餐 游轮 红酒 牛排 多少钱 我不知道 也没本事知道 轻烈的气息靠近 沈已休摸了摸我的头 轻笑道 又不是公司聚餐 谁要和你 沈已休像是怕我不懂 诞生道 我们这是私事 我咬着唇 心里总觉得变了味 为什么我帮不上大款的原因 或许就在这里了 我没法厚着脸皮 跨越金钱的差距 或许是察觉到了我的不对劲 沈已休道 这边好像有点冷 我们去店里吃吧 火锅 料理 或者烧烤 我诧异地看向他 不由得瞥了一眼 已经布置好的游轮 撇嘴道 那这边的 沈已休 不要了 那不行 我要吃这个 我瞄了他一眼 顿时觉得他也太会浪费了 抬脚就走到游轮里面 一屁股坐下 看着还呆在原地的某人 醋没道 快进来 沈已休嘴角勾着笑 我撅着嘴 等到看着沈已休 替我切牛排的时候 才意识到自己好像又被套路了 沈已休的手像是一幅画 只是看着便赏心悦目 夜里风大 可是烛火迎冻 我的心是暖的 虽然不清楚我哪一点值得沈已休喜欢 或者他只是玩玩 但我也确实在享受当下 反正从来没有被人坚定地选择过 那就在该开心的时候 开心好了 红酒喝了两杯 我手撑着下额 抚摸着自己泛红的脸颊 默默地看着沈已休那张精致的脸 探声道 老板 你谈过几个女朋友 一个 我挑眉 一个 沈已休 只有你一个 我听着这个话 真的很想笑 即使沈已休一穷二白 我都不相信 以他这个长相 只谈过一个 既然他不愿意说真话 我也不想多问 亮腔着起身便走到外面 迎着森冷的风 注视着这座城市给的秋衣 我曾经以为的二十五岁 我功成名就 而今我的二十五岁 接受着这个世界给我的平凡 西装的外套披在肩上 我披像站在我身后的沈已休 只觉得他身上轻烈的气息 一点点地钻进呼吸里 隐约还是有些紧张 只是任由他抱着 沈已休的怀抱很温暖 我不自觉地靠在他的怀里 偶尔听见远处的鸣笛声 还渐渐地有了倦意 我听到沈已休说 有一个小姑娘 上学的时候一直闹着想在游轮上看星星 现在还没有看几分钟 怎么就睡着了 哪个小姑娘 我窝在沈已休的怀里 脑袋晕呼呼 并不想知道这个答案 成年人的世界 见好就收 再好不过 说来羞耻 我渐渐地有些喜欢睡在沈已休的怀里 好像在深冬里缩在被子里 极具安全感 跟我回家吗 沈已休抱着我上车 细心地拿着靠枕垫在我的腰后 轻声地询问着 我抿着唇 听得出来这里面的邀请 我没有作声 只是抱住了沈已休 我 有点贪慕她的温柔 我也清楚 今天不回去 顾景轩那个混蛋 肯定要闹翻天 我暂时还不能丢了这份工作 不管怎么样 也要等我爸妈出院以后 就如同我猜的那样 我刚到小区门口 顾景轩便快步地朝着我走过来 姐姐 黑夜如墨 顾景轩的眼眸纯澈 好像又回到每次等我下晚自习时候的模样 只可惜勾不起我的半点爱意 从前我哭着挽留 而今我只想她快点滚蛋 我静止朝着小区里走 可是顾景轩却像个怎么甩也甩不掉的狗皮羔羊 低声道 姐姐 你今晚是加班吗 我瞥她一眼 和你有关系 顾景轩有被噎到 放软了声音 姐姐 你饿吗 我停住脚步 没支声 我想起自己为了挽留顾景轩 趁着她下晚自习的时候 也是这般跟着她 可是她走得飞快 对我避之不及 我一路小跑才追上她 而她始终冷着脸看我 一言不发 我很耸 追上来已经是厚着脸皮 可是为了能和她说上话 我问她 景轩 你饿吗 正是下晚自习的时候 周围学生乌泱泱的走过 偶尔停住侧目 小声的嘀咕 长久的沉默后 顾景轩冷不丁笑了起来 长长的叹了一口气 赤笑着看向我 轻声道 姐姐 咱能不能别那么舔狗 我说分手 你听不懂吗 我一时无法接受 只是望着她 很傻地问了句 我做错了什么 顾景轩 你真的很烦人 当我对不起你 分手 行吗 我求求你了 你放过我行不行 我注视着此刻的顾景轩 难以从她的脸上 找到从前的厌恶 我想 那种厌恶 应该已经写在我的眼里 顾景轩看着我 保持了沉默 我别过视线 一句话也不想多说 以前有多喜欢她 现在就有多讨厌 我不假思索 出声道 你觉得你现在这样 像不像舔狗 顾景轩错愕地看向我 促眉道 像南月 你什么意思 我真的是被气笑 斜腻着她 没什么意思 就是字面意思 顾景轩是典型的少爷脾气 被我这么一说 直接气走了 无心甚畏 连着三天 我没有看到顾景轩 同样也没有多见沈一秀 转眼就是下半年 大大小小的节日不少 公司里的事情也多了起来 沈一秀经常忙得忘记吃饭 我也就是在吃饭的时候 督促她一下 顺便填饱自己的肚子 也顺便听听八卦 就这么几天 白心成了办公室里的热门话题 如果没有记错 当初上学的时候 她也是先出现在众人视野里 时不时的和顾景轩接触 最后不声不响的取代了我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只是这一次 我并没有从前那么有危机感 哎呀 脑补boss的言情十万字 我觉得白心 就像那种附加千金 那个妖系的 绝了 沈一秀 渴了 我任命的起身 去给她准备咖啡 办公室门一开 沈一修正靠在沙发上睡觉 修长的双腿交叠着 整个人被窗帘的阴影所藏匿 喂 我轻轻地带上门 将咖啡放在一边 试探性地靠近她 见她仍旧沉迷在梦乡 忍不住挑眉道 沈八皮 话音刚落 沈一修睁开了眼 漆黑的眸子 暗夜里的一抹幽痰 泛着轻波 我闭上嘴 冲着她眨巴着眼睛 沈一修 沈八皮 我 啊 什么 沈一修勾起唇角 伸出手便将我捞到了怀里 额头抵着我的唇 吓得我连忙出声道 哎哎哎 我开玩笑的 叫老公也是开玩笑 哪壶不开 你提哪壶 我那是紧张的 我挪着身子想起来 结果某人抱着我便道 再紧张一次 轻烈的气息离得很近 我能明显感觉到 沈一修的手已经扣紧我的腰 我缩着头 默默地看着她 明知道这是玩笑话 可是还是有点上头 撇嘴道 我现在不 嗯 我仍旧没法掌握主动权 只能任由沈一修吻着 窗帘摇曳 阳光时不时地笼罩着眉眼 有些刺目 向南越 怒吼声猛地传来 我不自觉地一下 错愕地看向门口 直接对上了顾锦轩那双充满怒火的毛子 谁教你的规矩 神以修生辰 强势地发号施令 出去敲门 顾锦轩气的面容扭曲 死死地盯着我 仿佛我做了什么不可饶恕的事情 顾锦轩 不要让我重复第二次 神以修再度开口 到底神以修是长辈 顾锦轩再不情愿 还是捧着脸 退出了办公室 郑重其事地敲了门 你来这里做什么 神以修冷着脸 衍然又是公事公办的姿态 顾锦轩将目光披向我 咬着牙 低声道 来给一个人找工作 结果发现她的工作很好 根本就不需要我 我攥紧衣角 转移了视线 心里有些紧张地看向神以修 她似乎并不意外顾锦轩认识我 既然已经知道对方不需要 就不要多此一句 神以修冷着脸 说得很直白 顾锦轩眼底泛着泪光 冷笑一声 失望地看着我 即使知道她自甘堕落 也不管吗 我被她这样的反应 隔应到了 我本就和她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却偏偏要摆出这种 我对不起她的姿态 真的令我作呕到一定地步了 我手握成拳 不自觉地看向顾锦轩 正准备开口 却不想神以修轻笑了一声 你的意思 是白心自甘堕落 神以修的话风一转 顾锦轩的脸色 陡然间就变了 无措地出声道 我说的不是她 不是她是谁 神以修挑眉 问得云淡风轻 可是我却觉得她清楚 顾锦轩说的人是我 不等顾锦轩开口 神以修又道 你当初放弃了那么多人和事 连头都不回一下 不就是为了和白心一起出国 现如今 反悔了 顾锦轩脸色惨白 有些心虚地看向我 闷声道 小叔 神以修眼神骤然冷却 沉声道 你置顾白两家的颜面于何地 办公室的低气压不言而喻 可是我却觉得自己丝毫不受影响 甚至想多看一会儿 神以修单方面的气势碾牙 顾锦轩抿着唇 抬眸看向我 我别过视线 全倒没有看见 我不想和她有任何的交流 顾锦轩是被驯走的 因为她再不走 我觉得神以修随时可能要动目 嗯 我也走了 顾锦轩一走 办公室里又成了我和神以修的二人世界 我估计被顾锦轩这么一闹 神以修也没心情跟我腻歪了 便想赶紧开溜 神以修手撑着下额 望着我 单声道 我吓到你了 我撅嘴 咧嘴笑 没有啊 神以修挑眉 朝着我伸出双臂 骨节分明的手 被阳光照得发亮 阴晕着温柔的气息 像是一场梦 我还是愿意奔赴 只是梦醒的时候会很焦虑 我以为我不在意神以修 可是顾锦轩出现的时候 我还是会在意她怎么看我 甚至没有勇气告诉她 我是你侄子的前女友 可她迟早会知道的 我问心无愧 毕竟我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到了她的公司 如果不是知道她的身份 我根本不会那么快想着找下家 结果还被她抓包了 月月 你干嘛呢 看看谁来了 提着水壶站在走廊里 我听着我爸叫我 瞬间回过神 忙不迭地走向病房 穿着浅蓝色连衣裙的女孩 身材凹凸有致 颇有辣妹的发 月月 许宁 你怎么回来了 我有些诧异 但是更多的是开心 因为她高中一毕业 就全家移民海外 我只能靠着微信和她联系 不过自从我被顾锦轩甩了以后 我越来越害怕点开微信 害怕看到校友群里的那些议论 便也很少上线了 再后来毕业换号 人又忙 聊的机会更少了 许宁瞄着我 叹气 当然是回来参加你的婚礼呀 订婚没有赶上 婚礼总不能错过吧 话音一落 我这才想起 前不久邀请过许宁 但是忘记 告诉她后续了 怎么了 许宁见我突然沉默 疑惑地看向我 我垂着眸 默默地看着她 心里的委屈和难过 越发憋不住了 就近的酒吧包厢 音乐的轰鸣声不断 但是有个隔音墙 倒也不显得刺耳 昏暗的灯光更是平添了夜色的斑斓 喝 今天我买单 我端着酒杯 鉴于上一次两杯红酒就倒了 这次我半天也不敢多喝一口 许宁笑了笑 端着酒杯一眼而尽 手撑着下颚 无奈地笑了笑 撇着我轻声道 月月 别难过 我也被甩过 我不解地看向许宁 不管是家世还是相貌身材 许宁一直都是我眼里最优秀的存在 怎么会被甩 因为她遇到了一个身材比我更好 比我家更有钱的女生 许宁耸耸肩 失笑 还好我当时只是跟我爸妈说 她是我的真爱 不然我真的丢脸丢到太平洋了 酒吧里的灯光闪烁 许宁笑出声 在一起的时候 不是烛光晚餐 就是电影逛街 甜言蜜语说得天花乱坠 可是说没了就没了 我呀 只不过是她的备选 许宁的眼里笑到泛起泪光 我的心口像是被人狠狠地扎了一针 不要人命 却疼得难以自拔 这两个字 未免太伤人 我眼眶湿润 不自觉地就想起了神以修 以我和她的地位悬差 我或许连她的备选都算不上吧 只是现在新鲜劲还没有过去 我也只是玩玩而已 又不是谁离开 谁就过不了 被甩两次 我都挺过来了 许宁侧目看我 举杯碰了下我的杯子 吃笑一声 月月 别被一些小恩小会给迷惑了 多谈几个 广撒网 选择信捕捞 只要咱们换得够快 那就没有烦恼 我抿着唇 对于许宁这样的提议 表示犹豫 可是许宁已经拿着杯子下楼 主动出击了 口袋里的手机嗡嗡作响 眼看着许宁跑远了 我也无暇去接听 只能快步地跟上她 月月 快看 那个男的怎么样 我顺着许宁指的方向看过去 只见一个穿着黑色T恤的少年 斜靠在沙发上 面容倒是清俊 只是这个小弟弟拿着酒瓶就喝了起来 看起来心情很差 我嘴角抽动 低声道 阿宁 咱们换一个吧 这个看起来好像心情不太好 许宁伸了身揽腰 冲着我挑眉 笑道 给你一个任务 我一脸猛 什么 许宁顺手就推了我一把 我整个人踉跄着差点栽倒 直到一只手搂住了我的腰 小哥哥 我姐妹儿想要你微信 许宁嬉笑着丢下一句话 直接奔向了黑色T恤的少年 我耳根子一红 尴尬地想要挣脱对方 却不想昂起头 就看到了沈以修板着的脸 老 老板 要我微信 沈以修脸上毫无表情 完全看不出波澜 我默默地站稳 仰头看着他 相顾无言 沈以修薄唇紧抿着 抬手扣住我的手腕 拽着我就要走 我连缩回手腕 蹙眉道 我不走 我朋友还在这儿 沈以修 向南岳 我不能让我朋友一个人在这里 我咬着唇 明显感觉到沈以修身上的冷意 蹙着眉道 我只是玩玩 又不干嘛 沈以修下额收紧 目光落在我手里的酒杯上 沉声道 你还想干嘛 向南岳 你告诉我 你在酒吧里找别人要微信干嘛 就你这个酒量 还来酒吧 音乐声嘈杂 只是玩玩而已呀 我只觉得他说话的语气很冲 软着声解释 可是对上他冰冷的视线 心里又很不快 有些不服气的出声道 再说了 我想干嘛就干嘛 你管得着吗 你又不是我的谁 我和你不也就是玩玩吗 话音一落 我心都凉了半截 没有想到自己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茫然的看向沈以修 沈以修 你再说一遍 我咬唇 在音乐声高昂的瞬间 大声道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沈以修盯着我 许久才冷笑了一声 转身便快步离开 酒吧里的音乐声越来越欢快 可是我的脚就像灌了签 只能眼看着沈以修离开 心口百感交集 却又像松了一口气 那种患得患失的感觉 不见了 酒吧突然提前关门 给每个人送瓶酒了事 我拿着酒瓶站在门口 仰头看着昏黄的灯光 不知道是不是命运的捉弄 如果知道会早关门 我或许就跟着沈以修走了 月月我手机呢 我叫车 许宁脸颊飞红 揉了揉眉心 抬手从我口袋里拿手机 漫不经心的点开 看着上面的消息 乐乐的念了出来 月月这是什么消息啊 我都看不清字了 我低头去看 瞬间愣住 老爸倒霉孩子 把自己男朋友说成是老板 老爸 你跑哪儿去了 阿修打你电话 你怎么不接 老爸 人家中秋要带你回老家 你多注意点礼节 知道吗 沈以修要带我回老家过中秋 许宁手挂在我的肩头 迷迷糊糊的哼挤 我支撑着她的身体 心却有些无力 看着屏幕有点出神 我给许宁做好早餐 磨磨蹭蹭 纠结再三 还是去了公司 阿 月月来了 给你讲个劲爆的消息 我看了一眼墙上的钟 估摸着沈以修还没有来 小心地放下包 看向同事 同事笑得合不拢嘴 激动地小声道 昨晚不是轮到我加班吗 我去递文件的时候 看到老板在哭欸 哭得好凶 我都不敢敲门 天啊 火久见 老板在哭 最近生意不差呀 我脑子一嗡 另一位同事顿时乐了 也不知道是哪个姐妹超常发挥了 办公室里的笑声不断 同事像是要拉着我一起开心 顺势戳戳我的胳膊 笑着道 月月 你有机会了 我扣紧衣袖 完全不知道自己该摆出什么样的表情 去见阎王的机会吗 沈以修会哭 我真的完全脑补不出来 这个家伙向来都是高高在上 时不时的还要毒舍别人 正当我愣神 办公室里突然鸦雀无声 随着轻烈的气息袭来 我背对着门口 身子僵直 完全不敢动弹 当着我的面 所有同事火速收敛笑容 回归岗位 皮鞋落地声走远 我抿着唇 顺势坐在椅子上 低着头 不敢去看沈以修 沈以修一走 办公室里隐约传来呼气声 我盯着已经开机的电脑 已经开始盘算 还有多少天发工资 我最好拿上工资就跑路 此地不宜久留 我爸妈也快出院了 咖啡?老板怎么让我送咖啡? 同事看着电脑屏幕 不由得醋眉 月月 不是只有你跟着老板吗? 应该你送啊 我抿着唇 笑得尴尬 很想说 你去送吧 救人一命 盛造七级浮屠 可是我不敢 同事们虽然都很好 但是一件事 只要一个人知道了 很快的就会传遍整个办公厅 连门口的保安 都要分一杯羹 我去煮好 我弯着唇笑 努力地保持镇静 你去送 好不好? 同事 啊 月月 你去呗 啊 就这么说定了呀 中午请你吃好吃的 同事溜得飞快 我深吸一口气 感觉自己要无了 我昨晚冲着沈以休大吼的勇气 已经烟消云散 为了躲沈以休 我特意选了一个 他经常开会的时间点 果不其然 门一开 沈以休刚好不在 我松了口气 端着杯子走进房间 小心翼翼地将杯子搁置在桌上 转身就想要离开 却不想沈以休穿着浴袍 就从休息室出来了 我吓得不轻 差点没有站稳 不知道敲门 沈以休冷眼看向我 瑞丽的眼神犹如刀锋 可是那眼尾的一抹红 还是出卖了他 他好像真的哭过 看什么 沈以休似乎意识到我在打量他 脸色更冷了 忍不住低斥了一句 我被他凶得不敢说话 顿了好一会儿才低声道 咖啡已经送来 还有事吗 没有我就走了 沈以休没回我 只是从我身旁走过 轻烈的气息转瞬即逝 端着咖啡 沈以休轻敏一口 倚靠在座椅上 光亮里的眼眸泛着红 看起来格外连人 我默默地看着 心里突然有点点后悔 沈以休染着水珠的手指修长 不紧不慢地抵在杯口 只说了两个字 出去 在沈以休开口之后 我那点后悔也不敢表露 脚底像抹了油似的 陶一样离开办公室 沈以休倒也没有为难我 只是定时叫了咖啡 但是最令我想不到的 是今晚轮到我加班 真的是怕什么来什么 我煮了一碗泡面 还没有来得及多吃一口 就听到门口有人出声 请问你们老板还在吗 放下手里的叉子 我不自觉地看了过去 看着视野里的白心 施展笑容消失数 南岳姐 是你呀 白心重展笑颜 我看着她 挤出一抹笑 老板在楼上 白心文言轻笑 提了提手里的餐盒 诞生道 南岳姐 你别怪我多嘴 你也快奔三的人了 吃泡面对身体不太好吧 千万别在这方面省钱 亏待了自己 我看着她 笑了笑 表示礼貌 谢谢关心 白心温柔一笑 顺势上了楼 我看着她消失的背影 只觉得一口气噎住 看着面前的泡面 拿起叉子继续吃 我还没吃几口 沈以修发来信息 要咖啡 两杯 我盯着屏幕看了一会儿 又吃了一口泡面 起身去煮咖啡 我一点也不想去 沈以修就算了 还有白心 昔日情敌 岁月静好 和她形成鲜明对比 这样的循环 让我如梗在喉 沈先生 听说您今年中秋回家 可以带我一起吗 我也很久没有见到顾爷爷了 隔着一道门 我听着白心娇柔的语气 心里猜想 估计没有男人能抵抗的了 沈以修没有吱声 我咬着唇 抬手便敲了门 顺着沈以修的声音 我进了门 沈以修仍旧是冷着脸 完全不想搭理我的样子 而白心坐在门口的沙发上 眉梢上扬 静静地看着我 看不出喜怒 我感觉自己打扰了 他们的二人世界 我将咖啡盘子递了过去 正准备经过白心送给沈以修 却不想白心突然伸出脚 咖啡杯子作响 眼看着就要泼到白心 我下意识地去扶 结果生生地见了自己一身 手烫地生疼 我倒抽一口冷气 还没有反应过来 沈以修便扣住了我的手腕 将我扯进休息室 南月姐 你没事吧 白心亚裔地出声 慌忙站起身 想要查看我的伤势 但是她没有来得及跟上来 沈以修便摔了门 哐当 伴随着巨响 沈以修一言不发 打开了冷水阀 将我的手按在水底 痛感逐渐消弭 我咬紧了牙关 低头看着自己已经薄透的裙子 有些纠结 目光不经意对上沈以修 尴尬地侧身躲开她的视线 又不是没有看过 沈以修连起视线 仿佛在说一件不起眼的小事 随手拿着牙膏 涂抹在我的手上 我咬着唇 很想反驳 但是竟找不出言辞 双手撑在水台边 完全将我圈在她的臂弯里 她靠得好近 我只觉得呼吸都不畅了 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镜子里的她 手背上抹好牙膏 我抿着唇 低声道 谢谢 沈以修看着我 只说了一句 裙子脱了 我扯着裙脚 本能地警惕起来 猝眉道 你 你干嘛 外面还有人 沈以修扯了下嘴角 完全没有之前的温柔体贴 多了几分冷然 低声道 你叫一声 看她敢不敢进来 这个家伙 我猝着眉 想要从沈以修的怀里钻出去 却没有想到一转身就吻到了她的唇 只是短暂的触碰 却像是一团火上身 对不起 我后知后觉 沈以修喉结微动 细密的睫毛垂着 遮掩着眼底情绪的波澜 低下头将牙膏放回原位 沈先生 南月姐 你没事吧 敲门声打破尴尬 我低着头想要出门 却没有想到 沈以修拽住了我的胳膊 随手拿起一旁衣架上的浴袍丢给了我 洗完澡再出来 不等我开口 沈以修又道 你这衣服太透 眼看着沈以修离开 我尴尬地抱着浴袍 侧目看向镜子里 已经面颊滚烫的自己 我不知道白鲜是什么时候走的 只知道我裹着浴袍探头朝外看的时候 沈以修正提着新买的衣裙进门 穿上 沈以修随手将衣服丢在一旁 重新坐回了半工椅 面无表情地盯着屏幕 我缓步走过去 看着那衣服小票赫然地写着我的工资数 顿时一阵头皮发麻 像是摸到了烫手山芋 把它丢了回去 伴随着啪哒一声 沈以修停下翻阅文件的手 抬眸看向我 像是要把我看穿 我抿着唇 艰难地拿起衣服 去了浴室 衣服很合身 只是我看着那小票 心都在滴血 真的有人买件衣服 就是我的工资 要命 卧槽 许宁可能是又睡醒了 正靠在沙发上吃外卖 看见我身上的衣服 顿时眼前一亮 月月 我记得你走的时候 穿的不是这件衣服吧 嗯 我垂着眸 纠结了好一会儿 还是看向许宁道 阿宁 能不能借我点钱 我今天衣服脏了 这件衣服是老板买的 我得还给他 我工资发了 就还给你 老板 许宁勾着唇 笑得意味深长 我看着她那笑咪咪的样子 顿时意识到她在想什么 连忙出声道 你别多想 月月 你不对劲 许宁手撑着下额 探声道 这个牌子的衣服 可都要提前定制的 而且 嘿嘿 你老板居然还知道你三位 阿 定制 我被许宁说得一脸猛 揉捏着衣角 脸色胀红 许宁挑眉 坦白从宽 跟许宁坦白了一切 许宁顿时笑出声 卧槽 你老板还挺会聊啊 不会是个海王吧 我心里咯噔一下 想到神一修冷淡的神情 下意识地反驳了 她 她应该不是那样的人 一反驳 我心里却有些怅然若失 人心隔肚皮 想想已经快谈婚论嫁的未婚夫 转眼就能翻脸 神一修为什么不呢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 我已经丧失了对感情的信心 我无法控制自己的胆怯 甚至是鄙夷 许宁笑了笑 你老板叫什么名字 我查查她的底 啊 别了吧 我垂着眸 低声道 我已经和她闹掰了 不要查了 许宁 哎 保不起你们俩过几天又复合呢 我犹豫着 闷声道 她叫神一修 许宁眨巴着眼睛 一脸怀疑她听错了一样 麻溜的拿出手机 开始翻起她以前的微博 我有点萌 你干嘛 许宁 我好像有个研究生学长 也叫神一修 还挺出名的 哦 对 她有好多邮轮 经常请同学上去玩 但是有个邮轮 啊 卧曹 她有个邮轮名字叫南月号 我当时还拍给你看的呀 我攥紧手 心里突然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因为我脑海里一点印象也没有了 许宁翻出了那张邮轮的照片 上面赫然写着南月号 而附带的博文 正是许宁艾特我 告诉我同名的消息 伴随皎洁的月色 红色字体的南月号 却格外显眼 照片的时间 正是我和顾锦轩恋爱的时候 哎 你看看 我记得你之前天天闹着 要去游轮上看星星 我有吗 我茫然的看向许宁 废话 不然我发照片 艾特你干嘛 卧曹 酒吧那天 我居然没认出她 许宁不断放大照片 又去翻神以修的照片 随手递给我看 你看看 是不是她 虽然很模糊 但是依稀可辨 神以修的轮廓 那个时候的神以修 似乎还没有现在那种害人的气场 只是安静的戴着耳机 站在路灯下 身姿齐长 挺拔 是不是她 许宁发问 我看得出神 有点猛 是 许宁嘴角笑意更甚 哈哈哈哈 好家伙 我上学的时候还在想 谁能把神以修拿下 没想到高人静在我身边 我盯着照片 记忆突然如潮水般涌来 我确实有一段时间 时不时的就会打电话给顾锦轩 撒娇想看星星 最好在邮轮上 那个时候 顾锦轩作为临时交换生出过一段时间 心已经不在我身上 可我并没有意识到 只等着她赶紧回来 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忽略 我有些失落 便没有再提这件事 随着时间推移 我渐渐地淡忘了这件不愉快的事 不断想要找到一点共同的话题 让顾锦轩陪着我 是不是她喜欢的人和我同名了 我脑子嗡嗡 一个念头涌上心头 许宁撅嘴 啊 不会吧 当时学校里不少人搜过南岳这个名字 反正我们学校没有这好人 我当时怎么没想到是你 她对你那么好 不是你 是谁啊 月月 你可捡到宝贝了 我们学校美女那么多 跟她表白的也不少 她一个都没有谈过 而且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她没有前女友 母胎单身的那种 她妈来看她的时候 说过这事儿 当时学校里都笑死了 我脑子嗡嗡 一时间有点难以接受 真的是我吗 我想起在邮轮上 我快睡着时 神以修的呢喃自语声 凌晨两点 许宁已经在我身边睡着 我妈撒着手机 看着已经转账的消息 不知道神以修什么时候会点确认 这个时候 她是不是已经睡了 点着她的头像 我想要进去看谈她的动态 却没有想到连着点了两次 系统立刻提示了拍一拍 我吓得不轻 心都悬了起来 可是盯着屏幕五分钟 当一点消息也没有的时候 我的心又沉到谷底 我失眠了 轻悄悄地从床上起来 我倒了一杯水 一个人站在阳台上 看着乌黑如墨的天 许久才捕捉到一颗星星的存在 哐当 家里突然传来声响 我心里咯噔一下 还以为是进了贼 打量着空荡荡的客厅 心顿时悬了起来 靠 找死啊 卧室里突然传来嚎叫声 我也顾不得那么多 连忙拿起扫帚冲进房间 只见许宁一个过肩摔 直接把那人给撂倒了 我听见了骨头咔嚓的声音 咔哒 灯亮了 躺在里面的人是顾锦轩 顾锦轩疼得直冒冷汗 望着昏暗的小区 许宁扶着顾锦轩的手臂 艰难地出声问道 月月 有车吗 我摆弄着手机 无奈道 这个点 出租车不容易打 瞥着顾锦轩那哼气的模样 我不由地环顾四周 猛然间就看到 不远处有一辆黑色的轿车 连忙走了过去 抬手敲了敲车窗 车窗落下 沈以修半梦半醒的模样 映入眼帘 我顿时如梗在喉 这个时间点 她怎么会在这里 司机 去医院 许宁将顾锦轩推上车 转而就看向我 月月 你坐前面吧 车厢昏暗 熟悉的轻烈气息 挥之不去 我小心翼翼的 坐在沈以修身旁 看不清她的表情 只能故作镇定的 系上了安全带 别碰我 顾锦轩靠在车后 疼得倒抽冷气 许宁冷笑 谁想碰你 我和月月睡觉睡得好好的 谁让你突然跑进来的 你不挨打 谁挨打 顾锦轩有些焦急 气恼道 我喝多了 许宁 鬼相信 你还抱着我喊姐姐呢 谁是你姐姐呀 我看你不是喝多了 你是想借着喝酒 欲行不轨之事 两个人一路争吵 我咬着唇 低声道 别吵了 我这句话说了等于没说 兜住嘴 沈以修一声令下 顾锦轩许酒才试探性地出声道 小 小叔 沈以修 嗯 顾锦轩突然进声 许宁有点莫名其妙 忍不住戳了戳我 什么小叔 我 她是沈以修 许宁 我不知道 许宁是怎么想的 车子一停 她就拽着顾锦轩下车 一路狂奔的影子都没了 而我还坐在车上 连安全带都没来得及解开 可能是越急 越容易出乱 安全带像是卡住了 我半天都没有拽出来 但是又不敢吱声 只能暗暗地和安全带较劲 别动 沈以修轻身靠近 我默默地将被紧贴座椅 看着她的侧脸 一到下车 沈以修只穿了一件衬衫 冷风吹的衣袖鼓动 勾勒着紧窄的腰 你不冷吗 我下意识地发问 沈以修偏头看我 漆黑 深邃的毛子里 毫无波澜 我抿唇 不再多问 我还是有点怕走夜路的 只能快步地跟在她的身后 走到光亮处 开始给许宁打电话 我知道了房间号 正准备进医院 却发现沈以修正站在门口那看着我 我硬着头皮刚走过去 沈以修便转身迈开了长腿 步伐很快 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 走得快就罢了 她走几步还要回头看看 啊 卧槽 我害怕 许宁一见我和沈以修来了 便借口要去拿药 拽着我就跑 不止她害怕 我也怕 沈以修今晚脸色很差 全程一点笑意都没有 开了两盒高药 许宁死活都不肯进病房 我只能硬着头皮去 结果刚到门口 就听到了沈以修的质问声 你这段时间一直躲在她家 嗯 顾锦轩弱弱地作答 显然是畏惧沈以修 紧张地一直张望病房门口 我躲在一旁 也不敢这个时候进去 你跑进她房间 我 小叔 我喝醉了 顾锦轩醋着眉 极力地想要辩驳 可是言辞终究苍白无力 沈以修绷紧下颚 骨节分明地手撑着病床的栏杆 俯身看着顾锦轩 我心下一慌 还以为沈以修要动手 犹豫再三 我准备开门 却被许宁给拽住了 顾锦轩 沈以修冷眼看向顾锦轩 最后一开了视线 指着她 一字一顿地出声道 我的容忍是有限度的 顾锦轩眼底含泪 颤声道 小叔 你真的喜欢向南岳吗 许宁激动地拽紧我的胳膊 可是我却不敢听 我期待那个答案 却又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沈以修没有作声 顾锦轩很是委屈 可她就是一个普通人 对你的事业一点助力也没有 爷爷不会同意你娶她的 我咬住唇瓣 像是被人打了一剂闷棍 因为我无力反驳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 甚至是一个很倒霉的普通人 沈以修 我要的是妻子 不是搭档 我被抵着墙 连忙拽住激动的许宁 冲着她摇了摇头 医院的玄关处 干嘛不进去 当前男友婶婶 多爽啊 许宁忍不住激动 我坐在长椅上 心里的激动仿佛无法缓和 许宁手搭在我的肩上 月月 不是吧 你这个手怂了 不是 我只是紧张 我呼出一口气 心里一团乱麻 小声道 我想缓一缓 许宁挑眉 月月 别怪我没提醒你 学长已经快三十岁了 你不能指望她等你一辈子 我思索再三 起身走向病房 最后一路小跑 可是等我到门口的时候 病房里只剩下顾锦轩一个人 神一休呢 我错愕地看向顾锦轩 顾锦轩望着我 难掩难过的情绪 轻声道 她走了 我有些慌不择路 快步地朝着医院楼下跑去 顺着记忆跑向她停车的地方 可是冷风呼啸而过 那里空无一人 有那么一瞬间 我的心有点空 仰头看着寂寥的夜 突然天旋地转 你昨天差点把我吓死 还好医生说你没啥问题 估计是累的 许宁一边吐槽着我昨晚昏倒 一边无奈地出声道 像是滴血糖了 你要不今天请假吧 我还是得去 或许是心里藏着事 但是我起得格外早 书洗完毕便一心只想着 赶紧到公司 见一见 神已休 从早上六点到十点 她始终没有出现 哎 今天不开周会吗 早知道老板不来 我就多睡一会懒觉了 办公室里的同事 靠在椅子上摸鱼 时不时地打着哈欠 开始聊着闲事 转账仍旧没有被接收 我看着手机屏幕 拿着画笔出神 直到同事的手机响起 这才回过神 看着屏幕上勾勒出的轮廓 忍不住叹气 老板说她要休息一段时间 让总监暂管 啊 老板请假了 上次哭那么凶 应该是被甩了 受了情伤 没心情工作吧 我听着同事们的议论声 只觉得心乱如麻 下班的时间 我一个人站在 沈以修的住宅门口 按了不知多少下门铃 可是没有一点回应 拨打着沈以修的电话 回答我的 一直都是一句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哎 你是来找人的吗 对 请问 哦 她家临时工来我家了 听说是她家里 爸爸生病了 有事 已经回去了 我木然的呆愣在原地 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沈以修回老家了 可是我都不知道 她老家在哪里 快说 许宁几乎是掐着顾锦轩的胳膊质问 你老家在哪儿 顾锦轩疼的抽气 你这是言行逼供 我可以告你 许宁 你看你有没有命告 我站在一旁 看着顾锦轩死都不肯说的样子 鼻尖犯酸 忽然间一阵恶心的感觉上涌 忍不住冲向浴室 同事 南岳 你不是说 要去老板家乡玩吗 同事 根据可靠消息 她家在这边 你去的时候记得绕道 千万别被她逮着矿工 同事 记得给我带特产 可爱 JPG 我吐得撕心裂肺 看着同事发来的信息 如获至宝 忍不住笑了一声 月月 你怎么样了 没事 我没事 阿宁 我知道她在哪儿了 我 赶紧去赶紧去 不等我说完 许宁便冲着我扬了扬下巴 表示一切有她在 赶去神以修老家的路上 两个小时的高铁 可是我却时不时的有些恶心 还有人晕高铁 我默默地打开糖盒 强忍着呕吐的冲动 心里莫名的有点难受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泡面吃坏了肚 从江都到一个陌生的城市 我坐在出租车上 低谋看着高德地图上的线路越来越短 心也不自觉地悬了起来 红漆环绕的别墅区 我有些焦急地打开车门 吓得司机连忙大叫一声 哎 你的包 啊 好 谢谢 我尴尬地拿起包 抬手关上门 转身看向了路对面的小区 我只想快点跑过去 车笛声传来 一辆车堪堪地停在了对面 我下意识地看过去 只见一个小孩子跑到车前 捡起球就跑了 看着这一幕 我忍不住松了一口气 下意识地看向那辆车 却不想下车的人 是沈以修 沈 我慌忙出声叫他 但是在看到一个女孩下车的瞬间 如耿在喉 你还看起来身材窑窍 走到沈以修的身边 有说有笑 不管沈以修的脸色多冷 他似乎都能够接受 偶尔沈以修也会回他一句 不知道说的什么 但是女孩却笑得越发开心 抬手就挽住了沈以修的胳膊 沈以修不论男女 对谁都会保持距离 我立在原地 直愣愣地看着 只觉得一盆冷水从头而降 醋意翻涌 好像这一刻 我才能理解沈以修那天的愤怒 约莫十几秒 沈以修忽然朝着我这边看了过来 我眼眶有些泛红 慌忙转过了身 面对着十字路口的林音道 忍不住哭了起来 我好像来迟了 可能是真的吃坏肚子 我沿着小路走了一会儿 便忍不住蹲在路边吐的昏天黑地 艰难地想要拿出手机 较量出租车 却发现一双黑色的皮鞋映入眼帘 风拂过发烧 我缓缓地昂起头 看着西装革履的沈以修 抿着唇 努力地克制眼里的眼泪 我很想他 可他身边已经有了别人 我就算心里藏了千百句的话 也一个字都说不出口 沈以修冷眼看着我 一字一顿地出声道 上班时间 你跑到这儿来干嘛 我双腿发麻 艰难地站起身 红着眼眶看他 小声道 找你 沈以修威正 你也等等我呀 女孩一路小跑过来 我眼巴巴地看着沈以修 抿着唇 强忍了哭腔 哎 他是 女孩双眸唇澈 看起来不安适适 笑应的小声询问 沈以修 他是我的下属 沈以修淡淡地看向我 就像是我当初看着他一样 仿佛在寻求我对他这句话的认可 我有些愣神 心口犯着一丝抽痛 真的假的 你别糊弄我呀 我心里酸涩难耐 呼吸都染上短促 最后还是出声道 我确实是他的下属 女孩文言眉眼舒展 看向沈以修的时候 多了几分调侃的意味 小声嘀咕道 真的是下属啊 那你跑这么快干嘛 我有些无措 沈以修也当即沉声道 琴雅 琴雅挑了挑眉 顺势就挽住沈以修的胳膊 转过身道 好了 我不问了吗 我饿了 想吃章鱼小丸子 我站在一旁 看着两个人离开的背影 有些茫然 走了几步 琴雅忽然回头 笑着道 为什么不跟上 琴雅又道 你再不跟上 我可让你老板 寄你矿工了 我心里打鼓 总觉得此刻的自己 是一个第三者 我心口犯着恶心 但是看着沈以修转身离开 步伐又很快 完全不敢停留 只能迅速地跟上 结果没走几步 她就突然回头 与我撞了个正着 轻烈的气息萦绕 我下意识地后退一步 尴尬地看向沈以修 沈以修目光灼灼地看着我 也不说话 我就很紧张 不懂她在想些什么 老板 对不起 走前面 到了路口左拐 一旁的秦雅默默地抬手无嘴 看向我的眼神又多了几分深意 仿佛看穿了一切 你是不是怕她跑了 秦雅跟在后面 小声地发问 我拘谨地走在前面 不敢回头 沈以修 公司不养闲人 现在是上班时间 秦雅忍不住轻笑 但是很快地便收敛了声音 而我自顾自地在前面带路 眼泪止不住地落下 沈家别墅 这里的装潢 与沈以修的家截然不同 不论是门前的柱子石像 还是那里的地毯花纹 都可以看得出来 有几分古典的意味 很考究 沈先生 你回来了 白心语气娇软 欢快地跑向门口 只是一见到我 语气都平缓下来 微笑着出声道 沈先生 雅雅 我是回来看爷爷的 诶 就你一个人吗 顾锦萱呢 秦雅掘嘴 一脸的疑惑 白心笑容微僵 低声道 我还没有找到他 秦雅文言不禁吐槽 这个家伙 怎么到处乱跑 真是无语了 听着他们交谈 我不自觉地后退一步 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此刻的我 像急了一个不速之客 先生 餐点已经好了 你忙了一天了 先用餐吧 庸人适时地开口 沈以修余光 瞥着我 微微汗手 现在我的身份是下属 自然不会和沈以修 共进餐点 但是秦雅却笑着看向我 一起用餐吧 我看你刚才身体好像不太舒服的样子 不 不用了 谢谢 我尴尬地出声 秦雅挑眉 怎么 和我用餐很不开心吗 白心站在一旁打量我 嘴角含笑 我有些难堪 却不想沈以修转就看向秦雅 沉声道 吃饭还要人陪 秦雅 干嘛呀 就是一个下属 我还不能让他陪我了 沈以修眼神皱冷 我眼看着气氛不对 慌忙出声道 可以 我陪你 庸人细心地摆好餐点 秦雅一看章鱼小丸子上放了香菜 脸色顿时就变了 你们怎么回事 不知道我不吃香菜吗 白心见状也顺势训斥起了庸人 我坐在一旁不敢吱声 只是看着眼前的餐点 余光看向沈以修 沈以修脱了西装外套 只穿着一件白衬衫 独坐在边上 仿佛对一切都不感兴趣 慢条思理的用餐 你 帮我把香菜挑了 秦雅突然发话 我错愕地看了过去 不知所措地看着庸人 将那餐点递到我的面前 沈以修 秦雅 秦雅撅着嘴 手撑着下颚看向沈以修 瞇着眼睛笑道 干嘛 我欺负他 你心疼啊 沈以修薄唇紧抿着 气氛一度僵持 我突然间感觉自己 不应该来找沈以修 我来这里好像只能给他添乱 拿起筷子 我开始夹掉香菜的碎末 你是不是觉得高数题还没做够 沈以修的声音清冷 秦雅描耸 眨巴着眼睛 尴尬地看向庸人 委屈巴巴地出声道 啊 别 小舅舅 我就是闹着玩 她是沈以修的外甥女 我拿着筷子的手微炖 对上沈以修看过来的目光 心里突然松了一口气 小心地把香菜全部挑玩 鲜鱼吃饱喝足 秦雅就说要去看望爷爷 白心本不想走 但是碍于秦雅叫他 不得不跟着离开 客厅里就剩下我和沈以修两个人 我望着沈以修 小声道 沈以修 沈以修神情冷然 似乎连看都不想多看我一眼 去客房休息吧 明天我会安排人送你回去 沈以修 别走 我眼看着他要走 慌忙追了上去 挡住了他的去路 沈以修垂眸看着我 似是在倾笑 向南越 我现在没有时间和你玩 明白吗 玩得字音拉长 我望着他 努力地想要辨别他眼底的喜怒 低声道 不是 上次的事 是我不对 沈以修收敛眼底的笑意 冷然地看着我 对不起 我小心翼翼地说完 看着他面若寒霜的样子 心里突然就没了底 娜娜地出声道 你去忙吧 我站在原地 看着他离开的身影 想要追上去 却又犯了恶心 忍不住想吐 庸人给我安排了一间客房 天色渐暗 敲门声传来 我竖了竖口 慌忙地去开门 看见白心映入眼帘 顿时一愣 白心已靠在门边 挑着唇看向我 诞声道 南月姐 我没记错的话 沈先生昨天回来的时候 并没有带人吧 你现在跟过来 是有加班费吗 我来找他 是有事的 我不想和白心多说什么 只能点到为止 白心却一改往日的温柔浅笑 冷着脸道 南月姐 我是看在锦萱的面子上 才叫你一声姐姐 可是你把主意打到沈先生的身上 我不得不提醒你一句 这个社会确实没有以前 那么叫真门当户对 但这里是顾家 不是市井小民可以逼的 我攥紧手 盯着白心 低声道 门当户对很重要 但他的意愿更重要 如果不是他的意愿 我或许没有勇气 一路追赶 向南月 白心拨了拨耳边的碎发 抬眸看我 你真的有够冥顽不灵的 那我也不怕告诉你 为了顾爷爷开心 沈先生迟早都会去相亲的 到时候见的都是千金大小姐 你觉得他还会记得你吗 有个词叫自取其辱 我希望你不要亲身体会 我醋眉 诞生道 不劳你费心 白心甩手离开 我心情欲结 独坐在房间里 有些失神 自取其辱 这四个字 大概在顾锦轩离开的时候 我就已经体会过 问我怕不怕再一次体会 我很怕 可是既然对象是神以修 我不介意再搏一次 只是现在的神以修 还在气头上 望着窗外逐渐昏暗的天 我不知道此刻的烦闷 何时才能消散 夜深人静 我洗漱完毕 裹着浴袍站在房间的门口 左等右等也不见神以修来 不由得有些难过 许宁 靠 这个女人以为她是谁呀 把自己当神以修老婆了 说话这么嚣张 许宁 夫妻之间 没有什么是睡一觉解决不了的 我 许宁 别磨叽了 真的 老人家生病 肯定会趁机催促她结婚的 盯着那行字 我欲结于心 我很清楚 我不想失去神以修 终究是按捺不住 我沿着走廊走到一处光亮的地儿 主动去问了庸人 抱歉 这是主人家私事 我们不能告诉你 庸人微笑质疑 很快地便转身离开 我一时雨节 失望地看着这别墅的夜色 却不想隔着一条走廊 就看到白鑫的身影 出于好奇 我跟了过去 隔着一道门缝 白鑫穿着薄丝的纱裙 两条细白的腿 格外引人注目 端着杯子走向沈以修 沈先生 咖啡 沈以修垂眸看着文件 不经意地抬起头 愣了下 低下头沉声道 放哪 白鑫局促地站在桌前 看着沈以修 轻声道 沈先生 嗯 我给你按摩一下吧 我咬着唇 不由得有些急 白小姐 这里是顾家 我是你的长辈 沈以修声音压低 但是眉眼间的寒意不言而喻 一双乌眸波澜不惊 我希望你可以注重基本的仪表 沈以修又道 晚上十点 进一个男人的房间 似乎不太妥 气氛突然变得紧张 白鑫有些讶异 尴尬地低下头 小声道 对不起 沈先生 是我没有注意 我只是关心你 沈以修 下不为例 你去休息吧 话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 白鑫有些无地自容 啊 你怎么在这儿 琴雅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 突然出现 吓得我后退一步 直接撞开了房间虚眼的门 白鑫错愕地看了过来 窘迫不已 琴雅 沈以修不悦地抬眸 可是琴雅早就跑掉了 只有我一个人站在门口 进也不是 退也不是 白鑫促着没看我 可能是觉得丢人 气脑地快步跑了出去 眼看着他要撞我 我连忙躲开 走廊里灌风 凉嗖嗖的 我眨巴着眼睛 僵硬地转过身 看向沈以修 一想到他说的 晚上进男人房间不妥 只想赶紧开溜 对 对不起 我只是路过 穿着浴袍路过 沈以修沉声发问 浴袍有些松散 我面红耳赤的低头 系好腰带 闷声道 我 我不打扰你了 沈以修 你今天算矿工 你知道吗 我垂眸 点了点头 你可以扣我工资 沈以修和尚文件丢在一旁 骨节分明的手端起咖啡清敏 诞声道 过来 把文件整理好 我感觉我这辈子都逃不过加班了 纠结三秒 我低声道 我回房间换个衣服再来 沈以修倚靠在座椅上 以一种沈氏的目光看着我 我本来已经不想叫他沈八皮了 可是此刻又觉得 沈八皮这三个字用在他身上 再核实不过了 沈以修 你很不瞒 我收敛表情 低声 没有 沈以修 不愿意就走 没有人抢求你 我微愣 只觉得他的语气很重 自己也不算是什么娇滴滴的人 但是差点就想哭 忍不住道 我也没有说自己不愿意啊 不等沈以修作答 我就将文件全部整理好 走到书架前 将文件全部放好 悶声道 还有什么事 沈以修 眉之声 我心里犯着恶心 又很想吐 忍不住问他 卫生间在哪 怎么啦 我猝着眉 实在忍不住 蹲在垃圾桶旁边 就吐了起来 轻烈的气息靠近 我低头 可能只是感冒 我休息一下就好了 沈以修盯着我 伸出手 明明已经快碰到我了 却又收回 一脸淡漠的出声道 好了 你回房间吧 我抿着唇 看着他背在身后的手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会消气 心里难受 我只能点点头 离开的时候 我一不三回头 偶然间 对上沈以修的目光 还没有来得及开心 他就回了房间 回去的路上 琴雅挡住了我的去路 那个 刚才不好意思啊 我就是闹着玩 没想到小舅舅这么晚 还在书房 我咬唇 低声道 呃 没关系 琴雅咧着嘴 凑近了我 小声道 你是不是叫向南越 我文言一正 琴雅 哈哈哈哈 看你表情 我就知道你是 我也说呢 小舅舅怎么可能追着一个下属 跑到巷子里 感情是去追欣赏人了 琴雅说得过于直白 我被他调侃得有些脸红 但是心里却有些开心 你们是不是吵架了 琴雅又问 我微正 看着琴雅颇有灵气的样子 只觉得他也不视为一个诉说的对象 低声道 我凶了他 噗 琴雅文言顿时笑出声 随即便问道 你把他凶哭了 诶 小舅妈 你是不是差点和别人结婚 我一愣 尴尬的点头 你怎么知道 听说的呗 琴雅挑着眉 随即笑嘻嘻的出声道 就你快结婚那段时间 我也跟着去江渡玩 结果小舅舅天天买醉 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哭 理都不理我 难怪我妈说他打小就是小哭包 这不是我第一次听说神已休哭了 但是每一次听都觉得难以置信 现在甚至有些遗憾 如果我能早点知道他的心意 或许一切都不一样了 我本以为现实捅破了生活里所有的窗户纸 我的人生已经注定四处是风 却怎么也没有想到 风也会有停的那天 本以为永远不会属于我的人 却等了我那么久 一说到小哭包三个字 琴雅忍不住捂着肚子笑 但是没笑多久 就愣住了 压低声道 小舅妈 小舅舅躲在拐角呢 你放心 他心里有你 你哄哄就好了 我身子僵直 不敢轻易回头 害怕神一休又躲了起来 笑着向琴雅表示感激 自顾自地朝着房间走去 隔绝了门外的冷风 我站在门后等着 可是久久也不见猫眼外有人 许是太累了 我靠着门 有些失神 脚步声从楼道里传来 我下意识地看过去 纠结着躲回房间 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 我犹豫再三 扯开了自己的浴袍 他在床上羞耻到了极点 我觉得自己好豁地出去 敲门声响起 我眼巴巴地看着 寻思着我的门也没有锁呀 赶紧进来呀 门开得刹那 看到神一休转身关门 我慌忙继续装睡 向南月 你这样睡 不会感冒吗 我闭着眼睛 心脏一阵狂跳 故作不经意的样子 翻了一个身 胸口顿时一凉 向南月 神一休又叫我 我有些紧张 明显感觉到轻烈的气息靠近 却没有想到 神一休是在帮我穿浴袍 呼吸喷勃之间 神一休已经系好了浴袍的腰带 我生怕他走了 只能假装迷糊地睁开眼 伸出手抱住了他的脖梗 软声道 嗯 难受 哪里难受 当然是心里难受 神一休任由我抱着 一双漆黑 深邃的眸子望着我 抬手抚摸着我的发丝 得到了他的一丝回应 我心里有些雀跃 也顾不得那么多 直接稳住了他 神一休身子一僵 低声道 喝酒了 我软着声 嗯 不是在做梦吗 我发现我是真的能装傻 可是又不得不使劲装 真的很怕神一休看穿 又或者他已经看穿了我 神一休 我是谁 我慢慢地贴近他 吻着他的唇绊 若急若离 极度害羞地说道 我老公 神一休 我只是为了哄他 可是话音一落 伴随着喀哒一声 一切都陷入昏暗 夜色阑珊 我听见他低声道 真的拿你没办法 我闭着眼 抓着他手腕的手也松了些许 却不想被他进了怀里 嗅着他身上轻烈的气息 我心里透着暖意 又朝着他的怀里钻了钻 只想着的时间 就停留在这一刻 临近中午 等我醒的时候 神一休已经没了影 独坐在床上 我差点以为 昨晚只是一场梦 心里空荡荡的 我的胃里更是难受 趴在水池边 不知道吐了多久 听见一阵敲门声 我还以为是神一休 满心欢喜地去开门 但是站在眼前的却是陌生人 请问 沈先生找您 沈家的别墅过大 弯弯绕绕一大圈 才到达所谓的正厅 一张圆桌坐了一圈人 而坐在主桌的老人家 满头白发 形容枯稿 但是眼里的冷然 却一点也不输神一休 如果没有猜错 那个可能就是顾锦轩的爷爷 神一休他吧 南月姐 白心突然笑着开口 我一愣 下意识地回看 之前带着我的庸人 却发现身后空无一人 对上白心勾起的笑容 我真的恨不得原地 找个缝隙钻进去 我不算设恐 但是此刻正厅里的众人看向我 我顿时紧张了起来 尴尬地想要后退 过来 神一休起身走了过来 抬手便扣住我的手腕 秦雅原本坐在神一休身边 见我来了 便火速地让人夹了一张凳子 给我挪了位置 我只能感激地看着他 叫人 神一休握紧我的手腕 看着我 低声道 沈爸爸咳嗽了两声 有些疲惫地看向我 簇着眉道 这是 叔叔 您好 我叫向南岳 如果放在平时 我看到满头白发的老人 肯定直接叫爷爷了 我紧张地手心冒汗 正准备继续开口 便听到白心火速出声道 爷爷 他是锦萱的前女友 刚好在沈先生的公司上班 话音一落 整个厅内都安静了 沈爸爸脸色一变 荒唐 你说什么 他是锦萱的前女友 白心隔着一张桌子 似乎早就料到这一点 淡淡地冲着我笑了笑 我咬着唇 知道有些事迟早要面对 便出声道 叔叔 现在和他在一起的人 是我 沈以休漫不经心地开口 却掷地有声 桌子上瞬间安静 沈爸爸打量着我 放下了手里的筷子 气氛一度紧张到令人无法呼吸 我双腿发麻 仿佛在等待审判的罪人 以休 爸 吃菜 沈以休抬手给沈爸爸夹菜 直到沈爸爸重新拿起筷子 这才顺势放下筷子 握紧了我的手 像是在安抚 为什么一开始不叫他来吃饭 沈爸爸突然发问 我脑子一嗡 不敢回答是刚醒 沈以休神色如常 一字一顿地出声道 他昨晚太累 我想让他多睡一会儿 话音一落 白心的脸色 抖然间就变了 我从来没有哪次 这么想打死沈以休 天啊 这么多人面前 他在说什么呀 现在的我 紧张又窘迫 沈爸爸拿着筷子的手微抖 目光投向另一边 坐在一端的女人 眉眼弯弯 笑得很勉强 至此 沈爸爸忍不住 用眼神狠狠地 弯了沈以休一眼 预想中的刁难没有上演 可是我却无地自容了 只觉得心脏都在狂跳 偏偏沈以休一直给我夹菜 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各位 吃菜 沈以休面色如常 但是气势赦人 其他人或许都不想趟这趟浑水 开始举杯 活跃气氛 我吃得极度难受 却只能忍着 以免失态 但是眼看着都快结束了 我还是忍不住干呕起来 尴尬地捂住嘴 沈爸爸脸色微沉 明显已经对我不满了 我心里难受 不敢吱声 眼看着客人都散去 我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 拘谨地看向沈爸爸 爷爷您别生气 白心坐在一边 轻声安慰道 沈以休看看白心 白心不由地缩起身子 不敢再吭声 沈爸爸端坐在正左 眼神皱冷 仿佛对我的不满 已经到达了顶点 爸 沈以休握紧我的手 明显想带着我走了 叔叔 我顿感羞愧 感觉自己要挨骂 慌忙低声道 对不起 我实在是没有控制住 孩子 你别怕 没关系 人猫 都会有身体不适的时候 沈爸爸出身安慰 随即又盯了过来 神情严肃 我有点萌 沈爸爸下一秒 就对着沈以休道 作为一个男人 有女朋友了 不跟家里讲 女朋友生病了 不知道留在身边照顾 难怪你单身这么多年 沈以休像是松了一口气 默默地搭着我的手 我抿着唇 也是犹如劫后余生 但是又忍不住泛起恶心 一旁的琴雅小声嘀咕了一句 小舅妈 我之前就看你老想吐 你是不是怀孕了 话音一落 整个客厅都安静了 我呆坐在神以休身边 有点猛 无从作答 验孕指 两条杠 我 怀孕了 而我的第一反应 是无措 小舅妈 好了吗 门外传来琴雅探究的声音 我匆忙地收起验孕棒 打开门走了出去 可是我还没有回答 沈以休便朝着琴雅道 没有怀孕 你去告诉你爷爷 沈以休 快去 琴雅歪头看着我和沈以休 笑嘻嘻地走了 遵命 我有些茫然 眼里泪光闪烁 想要小声作答 但是沈以休已经走近 将我抱在了怀里 别怕 我会负责的 怀孕这件事 等我们结婚以后再说 轻烈的气息萦绕在鼻尖 结婚 我有些讶异 一时不知道该问哪个事 低声道 你怎么知道怀了 你的表情 沈以休抚摸着我的头 压低了声 像是在害怕 我嘴角一抽 忍不住抽叶 别哭 沈以休 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抬手抹掉我的眼泪 低声道 昨晚不还挺勇敢的 现在开始掉眼泪了 我眼泪汪汪地看她 这才反应过来 她昨晚是真的看穿我了 耳根一红 又羞又想哭 小声道 沈以休 我们算是真的和好了吗 和好还有假的 沈以休挑唇 头抵着我的鹅角 压低了声 从前的事 下不为例 好吗 我眨巴着眼睛 没有想到她会这么快原谅我 不由的低声 是因为我怀孕 才原谅我的吗 你成天在想些什么 沈以休像是被我气笑了 哪个丈夫没有包容妻子的义务 沈以休低头抵着我的鹅角 给我擦着眼泪 轻声道 像小姐 愿意做沈太太吗 我哽咽 抬手抱住了她 紧张 难过 烦闷 胆怯 愉悦 我不知道 情绪起伏了多少次 可是全在这一刻 尘埃落定 怀孕这件事 完全被沈以休隐瞒了下来 我不懂 但是觉得她有她的考量 却没有想到她连夜带着我回了江都 连着几天上门拜访我的父母 每次都只是聊聊 便离开 许宁说这是要结婚的节奏 可我不敢相信 半个月之内 沈以休不仅跟我爸妈交代了聘礼 婚房 就连我的月子中心都准备好了 看得出来 她一定很早就准备了 为什么是今天领证 我以为我要没明没分的带着肚子一段时间 但是沈以休已经带着我站在了民政局的门口 沈以休 金天岭 会白头偕老 迎着清风站在门前 我依稀间感觉自己看到了那个戴着耳机的少年 那个时候 她形单影只 而今正握着我的手奔赴我们的未来 起初见她 只觉得好笑 但是日子久了 竟也时不时的会想要多看她几眼 在遇见她之前 我的人生计划没有丁点的波动 除了学习便是管理公司 也正因为如此 我为了所谓的宗策分 跑去她的学校参加比赛 午休的时间想吃点包子 却没有想到她眼泪汪汪的站在我前面 点走了最后一个包子 一边哭 一边哽咽到 我又没有抢到普通话考试的机会 我妈又说我了 我PPT改了好多遍 结果又没过 我最近 是不是在水逆 连学校里的流浪狗都下我 一边说 一边哭 一边哭 一边吃 要多委屈 有多委屈 只是比赛的时间很短 只有一周 那个时候 不懂什么叫做惊鸿一瞥 只知道她的模样 我记了很久 我有试着打探 却发现自己 对她一无所知 无从查起 顾锦轩上大学的那年 我本不想送她 但是 在知道她所在的学校名字 我还是无法克制自己 人算不如天算 她成了顾锦轩的女朋友 知道的那一刻 心里没有遗憾是假的 但是很快 我便出国了 我还要完成我的人生规划 或许她 只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偶然吧 生活总会在不经意的某个时间 灼烧着理智 顾锦轩作为交换生来学习 她是我的侄子 从小看着她长大 不能说不疼她 我收留了她 却也在收留的那段时间 看透了她的凉薄 像南月 白鑫 她似乎哪个都想要 冷淡了任意一个 她便开始郁郁寡欢 但是却沉浸在这段三角恋中 最难过的 大概是她撒娇 想要去游轮上看星星 而顾锦轩却在敷衍她吧 我买了足够多的游轮 却始终缺少一个邀请她的身份 从小到大 我没有对顾锦轩下过重手 那是我第一次动手打她 我练的是泰拳 又下了狠手 再三警告她 把私人关系处理干净 别败坏了顾家的名声 我这看似于公的讲话 实际掺杂着私情 几层核实 我甚至有种卑劣的想法 如果顾锦轩没有选择向南岳 该多好 如我所愿 顾锦轩选择了家世相当的白心 可是一想到向南岳会难过 我又如坐针毡 我想着快点回国 快点见到她 命运又一次捉弄了我 她彻底消失在了那所学校 切断了所有的联系方式 仿佛人间蒸发了一般 时间像一把快刀 一次又一次地将我割裂 直到再度得知她的消息 我也未曾料到 顾锦轩想要追回她 我没有想到向南岳要结婚了 又一次错过 我一个人哭坐在书房里 像是垂木的老人 丧失了所有的热情 可能是我的执念太深 向南岳的婚事有变 这一次我不会再给其他人 任何的机会 哪怕是广撒网 我也要将向南岳招聘到我的身边 说出来或许有些可笑 别人面试的是公司的未来 我面试的是我的未来 我预想过很多次见面的场景 却怎么也没有想到 她又像当初那样 委屈巴巴地走进房间 一紧张 脱口而出 便是一生老公 周围人都在笑 我望着她 想要给予她回应 却又怕她被我吓走 某种程度上 我就像一个处心积虑的坏人 乐于看她气鼓鼓的样子 又怕她被气走 每天看她哼唧的模样 像急了迷糊的小兔子 我这条狼饿了那么多久 早就鸡肠碌碌了 那天雨夜 与其说是她送上门 不如说是我早就看了天气预报 我没有想过拿下她 只是想要她适应住在我家里的感觉 却没有想到她胆子倒挺大 主动撩拨起了我 或许在她看向我的那一刻 我就抛之脑后了 我喜欢你很久了 我很亚裔 她还未经人事羞愧于自己的鲁莽 又难以启齿 临近用餐的时间点 她一副小机灵的模样 生怕我收她的钱 有一说一 我哭笑不得 告诉她饭是免费的 但其实我还想说一句 我也是 我也是免费的 我大概做梦也想不到 我这个27岁的人了 也会有吃醋到无法抑制的一天 看着她去酒吧 想找别人要微信 得知她和顾景萱住在一起很久 真的是越想越气 可是看到她来找我的时候 又气她一个人跑过来 甚至身体还有些不舒服 倘若真的出了什么事 我岂不是要后悔一辈子 心中有气 无数次克制自己的目光 可是却还是忍不住多看她一眼 再多看一眼 仿佛只有她在身边 心才会病 当她说出那句 门当户对不重要 我的心意更重要 当她说出那句 我老公 我就在想 我不得不服软了 我们错过的时间已经够久了 倘若有千万种错 也不该耽误彼此的心意 秋风乍起 我一步步地向她走去 突然想起 当初那个委屈的小姑娘 很久以前 我便觉得 称呼她为妻子 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最愉快的事情